据联合报12日报道 台海军此前对美采购100套案之鱼叉导弹系统 应预算警处 曾向立法院陨落新买32套 其余68套是情况另行筹购 报道称 上个月在美方国安高层强势要求台方必须一次买旗下 台海军因此被迫提交新发架书 一次编组高达866亿元预算 针对相关说法 台国防部表示不评论 旅美的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复兴日前发文称 由于于差案防导弹系统与台湾自造的雄二机动发射性有性能与功能的重点 加上所需金额庞大 可能排挤其他军事投资预算 所以台军方自始至终都一性阑珊